我這兩年下來的運動 對我很大的感想 第一個 我真的體態變好 走路比較不會彎腰駝背 肚子也小 真的肚子就變了 甚至有時候還 再來最終的話 其實我腰痠背痛少 非常多 我目前運動比較常做 第一個是網球 那第二個是重訓 網球其實是因為 從小因為一個機緣 因為我舊工 他是我的網球的奇蒙老師 所以說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是我開啟我打網球的一個生涯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運動 其實除了說 網球本身是我從小 開始練習的一個運動之外 那網球本身它可以 它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有氧的一個運動 可以促進心肺的一個功能 再來呢 因為打網球要快速的移動 所以它訓練你的平衡感 你的敏捷度 然後還有肌肉爆發的力量 然後還有手眼協調 所以在網球 在整個體能的訓練上面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 再加上網球 它常常其實它需要動 動了 因為你要打網球 你要怎麼要去跟對手 去較勁 怎麼去贏他 其實都你在快速移動當中 你要非常快速的做決定 所以這對腦部的訓練 也是非常好的一個運動 最後呢 網球 它你需要跟人家互動 要社交啦 要那個 所以說我覺得 在運動當中 其實除了本身運動之外 運動本身還有一些附加價值 所以我 我蠻喜歡網球這樣子的運動 過幾年之後 後來我開始接觸重訓 因為一些也是因為我老婆的關係 接觸重訓 那 因為我發現說 其實雖然網球非常好 不過網球它有一個小小缺點 也就是對於肌肉力量的訓練 其實它還是有相對有所不足 所以很多人網球打非常多年 可是他肌肉力量不夠的時候 還是怎麼會常常受傷 所以 當越來越 越年紀越大發現 肌肉力量不夠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缺點 所以我開始做重量訓練 讓我的肌肉能夠更加的強健 那 因為靠藉由肌肉的強健 其實 包括你其他身體的一些敏捷度 一些姿態 一些穩定度 其實也可以達到相對比較好的效果 所以那時候我就選擇這 這兩個運動 其實真的 我講我們從醫學的整個訓練上 當然真的是有時候真的很累 尤其在當住院醫師當中 因為我們常常要值班這些的 其實有時候累了 根本就沒有時間運動 所以說我記得我在住院醫師當中 其實幾乎都沒有運動到 就一直忙忙忙要考完專科 考完專科之後 後來身上主治醫師 那主治醫師其實有一大部分工作 是要看門診 那 看了一兩年之後後來發現 我身體好像 逐漸有出現一些狀況 看完門診 常常 看完之後要坐起來 爬起來站不起來 哇腰痠被動很厲害 那我每次就一直一直彎著腰這樣子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我也沒有搬出眾的 也沒做什麼 怎麼腰這樣子 那甚至後來更嚴重是 我只要連開車 開久一點 要下車完全沒辦法下車 痛到受不了 那時候我就自己也去做了一個檢查 做一下那個核磁共振 發現說我腰椎啊 第四第五節退化的很厲害 想說也才那個時候也不過三十幾歲 怎麼退化成這個樣子 看起來像五六十歲的腰椎 怎麼那麼糟糕這樣子 那有一天早上我也起來也是一樣 痠痛很厲害 然後我就彎著腰一直走走 走到那個浴室 那鏡子然後就看到自己 自己嚇一跳 為什麼 因為我彎著腰啊 就是整個老太隆中 然後呢又挺了一個肚子 你知道嗎 男生就是哇挺了一個肚子 我想說怎麼三十幾歲 怎麼看起來怎麼那麼臭老 怎麼那麼老 所以我覺得開始覺得自己有出勞的現象 自己嚇一跳 因為這跟我認識說 我覺得我應該要保持一個姿態差很多 我才驚覺說 我這樣的身體不行 尤其是 我們常跟病人分享說 我們要保 怎麼樣保持健康 結果自己怎麼 醫生先變成這樣子 那 自己是神經內科醫師 其實我們對於血管這些保養 其實我覺得運動是 一個很重要的 那所以 就當下我覺得說 我應該還是要重拾 我運動的一個習慣這樣子 因為我最喜歡打網球 所以我就是安排週末的時候 比較有空閒的時候 我一定會去打 大概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的網球 再來就是說 在週間呢 我會找個時間呢 我會請個健身教練來 那我們做重量訓練 所以大概 最主要是一個禮拜大概兩天 那其他時間呢 我有時候在沐浴前 有時候會稍微做個十分鐘的 自我的 一個重量訓練 就是有時候用一些 零碎的時間 做重量訓練 這樣子大概 維持了大概兩年左右 對 我這兩年下來的運動 給我很大的感想 第一個 我真的體態變好 走路比較不會彎腰駝背 肚子也消 真的肚子就變得 甚至有時候還 就覺得還不錯 在最重要其實我腰痠背痛 少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這兩年下來 的確慢慢的 我的整個身體 我覺得變得比較 紮實一點 比較健康 對 其實如果以神經內科醫生的角度 我覺得 還是不外乎的 有氧運動跟重訓 其實有氧運動方面 我們知道說有氧運動 其實除了可以 促進心肺功能之外 它對於血管的循環 對於血管的保養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 所以說 包括我們病人 其實常常說要怎麼預防中風 怎麼預防失智 那甚至很多人 譬如說他會容易偏頭痛 這些其實透過適當的有氧運動 其實都可以改善我們整個血管的循環 還有我們血管的健康 慢跑啦 游泳啦 或是騎腳踏車這些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不錯的運動 但是很多時候只有單純靠有氧 其實是不夠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門診的病人 尤其到一個年紀的病人 比如說中老年人 常常會容易腰痠背痛 容易腰痠 或是說甚至走路 會美麗啊 失去平衡 你常常問他們說 欸你們在運動 你發現說 欸有啊我在運動 做什麼運動 走路 那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走路可能還不夠 他說我每天在運動 走路我都走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內 我說其實這樣子還不夠 因為我們的肌肉力量 其實從30歲開始就開始流失 到60歲可能就剩下一半 所以那個時候 你單純只靠走路 其實還是會導致你肌肉 越來會可能會越無力 那其實像很多疾病 包括中風之後的復健 或是說一些老人家 我剛才講腰痠背痛啊 或是說八精神試症 這些其實透過肌肉力量的訓練 透過一個平衡的改善 其實可以讓他們的走路 能夠更好 更好 那腰痠背痛其實我相信 很多東西其實也得到 可以到比較根本的解決 我覺得我們台灣 其實應該都鼓勵我們的 小朋友 青少年 開始就應該 培養一些運動習慣 因為健康的培養 大概沒有塑效 很多腰痠背痛都覺得說 他希望透過什麼樣的治療 馬上就好 其實大部分很多時候 都沒辦法達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是慢慢一步一步的 運動其實可以從無到有 先有就好 先有就好 就是說你當然一開始 沒辦法有那麼多時間 但是你可以先 先設定一個禮拜 可能一到兩天 那時間不用久 有時候剛開始 可能20分鐘 30分鐘就好 內容上面 你可以從你比較覺得 你可以做的內容開始 比如說你要慢跑 要騎腳踏車都OK 那慢慢等你比較習慣 有這個運動的習慣之後 那你再增加內容的多樣性 包括中量訓練 肌肉延展的運動 這些的 那在運動的時間 我覺得現在的人還是很忙 所以我們雖然說 建議說一天起碼運動30分鐘 但是如果說真的沒辦法 還是有很多人沒辦法 我覺得只要用零碎的時間 有時候中午休息了10分鐘 做個訓練 那一天可能做個兩三次 一天也有30分鐘 所以我就會善用零碎的時間 譬如像我現在 會用沐浴前 一個零碎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也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達到這樣的效果 如果喜歡早安健康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喔 還要記得去按鈴鐺 才會接收到我們的通知喔